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林出生于书香门地 祖上几辈都是读书人 曾经跟我说起过她的初恋故事 上大学的时候 林交了一个男朋友 长得高大帅气 是校篮球队的明星人物 他很喜欢去球场 看男朋友打球 那阳光矫健的样子深深地吸引着他 有一次 男朋友打完球 林贴心地递上了一瓶运动饮料 男朋友接过之后 猛地用牙齿咬开瓶盖 然后把瓶子高举过头顶 脸朝天 瓶口向下一斜 只见瓶里的饮料如一小股泉水一般倾泻下来 男朋友就是张开嘴接住 旁若无人地咕嘟咕嘟喝了起来 见得满脸都是 林在旁边 看得目瞪口呆 男朋友喝完 得意洋洋地看着林 仿佛进了一个好球似的 期待着林的鼓掌 从那天开始 男友高大威猛的形象 在林的眼里 就已经大打折扣 过了些天 林和男朋友在校外餐厅首次一起吃饭 等上菜的空闲 男朋友拿了两瓶酸奶 递给林一瓶 林插上吸管慢慢地瞬息着 一抬头 但见男朋友把吸管一扔 直接撕开了酸奶上面的塑料封口 伸出舌头 舔封口上面沾着的酸奶 酸奶喝完 菜也上来了 男朋友开始吃饭 吃相如同秋风扫落叶 毫无休养可言 之后 林很快就跟男朋友分手了 别人很事不解 你俩不是挺般配的吗 再说小伙子对你也挺不错的呀 林说 一个人不经意的动作就暴露了一切 看他的吃相就可以看出他的家庭出身 帅气有什么用 球打得再好有什么用 男孩的家庭教育不好 林的父母肯定接受不了 林也不想拿婚姻做赌注 就跟长相一样 每个人的吃相都不同 有的斯文 有的精细 有的豪放 有的粗鄙 俗话说 什么吃相 什么人 看一个人的吃相 往往会暴露他的真实身份 一个人从小学会的动作 注定一辈子也改不了 有话说 三代才学会吃饭穿衣 所以 看一个人的出身 不是看他的穿着 不是看他现在风光与否 而是看他的吃相 自小粗茶淡饭的 一般都不太能驾驭 用餐礼繁杂 或者餐具比较讲究的场合 会临阵窃场 或出洋相 吃自助餐的时候 经常看到拿一大堆食物 却又吃不完的人 那种老子花了钱 就不能吃亏的心态 暴露无遗 在等菜吃饭的时候 习惯对服务员呼来喝去的人 肯定是极度没有教养的人 也有些人看上去很漂亮 看到自己喜欢的菜品 就会独把 丝毫不顾及别人的感受 不懂得分享 一道菜 就把自己给降格了 坐地铁的时候 曾经看到一群 打扮入食的年轻女子 围坐在一起磕瓜子 脚下扔了一地的瓜子壳 周围的乘客 纷纷侧目 他们 却视若无睹 也曾在公交车上看到 一个穿着 类似晚礼服的 连衣裙的贵妇 在车厢里面 吃一种 鸡爪子的小食品 边吃边把碎骨头 从车窗往外扔 令人心里很感慨 真是佩服她的神勇啊 咱们中国是礼仪之邦 向来注重餐桌礼仪 家长们大多喜欢 在饭桌上 对孩子进行教育 一个人的吃相 反映了这个家庭的教养 小的时候 父母把这叫做规矩 坐有坐相 力有利相 吃有吃相 这里的相 说的就是规矩 没有规矩 不成方圆 在家吃饭要守规矩 出门做客 更要守规矩 比如 吃饭的时候 小孩子不能说话 嘴巴不能发出 粗鄙的巴达巴达 咀嚼的声音 夹了一块食物 就不能再更换了 块头不能像 无人侦察机那样 在菜碗上游移盘旋 也不能一手执筷 一手持勺左右开弓 不能用筷子敲碗 也不能用筷子向人指指点点 更不能把筷子插在饭碗中央 如果你不小心做出这样的举动 手上就会挨大人一记打 一事成见 常年到 三代才能培养出一个贵族 所谓贵族 不仅代表一定的经济地位 更是一种风度和修养的体现 延伸到日常的穿衣吃饭 看似简单 其实也需要三代人的努力 所以 好好吃饭 就是修行 你赞同 一末两人的观点吗 可以在文章的底部 为他点赞 如果 你有话要讲 可以给一星期一本书留言 我是韩星 如果你喜欢我的声音 可以在文章的底部 找找我的个人资料 加我的个人公众号 韩星 韩非子的韩 天上星星的星 这是我的本名 祝各位晚安 我们在下次的节目当中 再会了 晚晚月光下 蒲公英在游荡 香烟花闪 这微亮的光芒 趁着夜晚 找寻幸福方向 难免会受伤 弯弯小路上 蒲公英在歌唱 星星照亮 在起风的地方 乘着微风飘向 未知远方 幸福也许漫长 难过的时候 谁在身边 陪我掉眼泪 失败无所谓 你在左右 月光多美 弯弯月光下 我轻轻在歌唱 从今以后 不会再悲伤 闭上双眼 感觉你在身旁 你是温暖月光 你是幸福月光 晚晚 问月光下 蒲公英在游荡 像烟花闪着微凉的光芒 乘着夜晚找寻幸福方向 难免会受伤 弯弯小路上 蒲公银在歌唱 轻轻照亮在季风的地方 乘着微风飘向未知远方 幸福也许漫长 难过的时候谁在身边 陪我掉眼泪 实在无所谓 你在左右 月光多美 弯弯月光下 我轻轻在歌唱 从今以后 你会再悲伤 闭上双眼 感觉你在身旁 你是温暖月光 你是幸福月光 我轻轻在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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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像双眼 你像双眼 感觉你在身旁 你是温暖月光 你是幸福月光 你是幸福月光 我轻轻在歌唱 我轻轻在歌唱 你像双眼